大家好 时间到了 我们上课 我们上次课呢 主要讲的是杨明的热症 杨明的热症 包括了热在上焦 热在中焦和热在下焦 这些症候的成因 都是杨明经脉有热 雾下以后是余热入力所造成的 那如果余热流绕上焦 出现心中懊恼 出现心烦 出现淡头汗出 那就是热欲胸隔症 我们治疗用枝枝齿汤清炫欲热 如果热在中焦 胃热弥漫的 就是我们上次课所谈到的 伤寒脉浮华 此表无寒里有热 白虎汤煮汁 这叫胃热弥漫症 同时我们又在上次课介绍到了 白虎汤的另外一个适应症 就是治疗三阳合并 阳明热胜的 出现富满 深重 难以转测 瞻鱼等等 还有移尿等等 这些临床表现 对于三阳合并来说 阳明热胜 当然就可以以清洁阳明之热为主 那么也是白虎汤的适应症 如果热在中焦 胃热弥漫 热胜耗气 热胜伤筋 而造成胃热弥漫 精气两伤的 这是我们在上次课最后所谈到的 在伤寒论中 涉及到胃热弥漫 精气两伤的症候 一共有五条 这五条原文 它提示了四大症状 首先是身大热 原文说热结在里 表里聚热 它提示了热鞋锤中 弥散周身充至内外的状态 大汗初是在第26条提出的 大汗初后 麦宏大也是在第26条提出的麦宏大 最突出的这五条中最突出的一个症状 是大反可不解 舌上干燥而繁育的饮水树生 咳与饮水口干舌燥 特别突出了一个口渴的症候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 白虎加人参汤的适应症中 它出现大反可不解的病激是什么 一方面是因为热胜好气 热胜伤筋 内有所缺比外有所求 筋也不足了 人的本能就要饮水自救 所以它要口渴 可是热胜好气 气不化筋 喝了水之后 它又不能够气化成筋液 水仍然不能够解渴 所以山寒论中 才提出了大反可不解 遇得饮水树生的 这样突出的口渴的症状 除了上述的四大症状之外 在山寒论的原文中 关于未热弥漫经济两伤症 还提到了两个类似于虚相的一种症候 这就是实时务风或者被威武风寒 这一方面是由于大汉初的过程中 凑理开泄汉孔开张 经受不起外来的风汉邪气的这种吹息 这叫不胜风吸 同时也是因为热胜好气气不顾表的表现 治疗用白虎加人参汤 心寒折热兼义气生筋 这是我们上次课讲到的最后的内容 我们说白虎加人参汤这种方案子 在临床上 在外感热病的病程中 凡是病程进入胃热弥漫经济两伤的时候 那可以经常用得到它 就是在杂病中或者是糖尿病 或者是尿崩症或者是神经性多饮多尿症 或者是甲状腺机能抗进 或者是高血压病等等 这些病症只要见到病基石阳明未热胜而筋气两伤的 我们都可以用白虎加人参汤来治疗 你看我用它来加减化财治疗过糖尿病 改善某些症状 改善降低血糖有一定的疗效 但是辩证一定要有个前提 是为热胜而经济两伤的 用它治疗过神经性多饮多尿症 我上次课的最后讲的那个病例就是这样 用它治疗过神经性多食症 现在有些小孩呢它减肥 减着减着就是越来越瘦越来越瘦 然后瘦到必经的程度 然后它的能量呢不能够支持它的精神状态 产生了心理上的障碍 注意力不能够集中学习能力下降 然后呢胆子小 然后心理上出现了种种的多疑 甚至精神忧郁 这些精神症状怎么产生的 就是它的能量不足 连它的形体都养不过来 所以养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 它的形体不能养精神它也不能养 所以我常常给这些减肥减的过度 造成了体重下降必经的这帮孩子说 我说有体才能有破 体破体破 你有健康的形体 你才能有健康的这种精神状态 我说你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精神 心理上的障碍 是因为你的身体体质太差了 不能够提供身体的基本素需要 更不能够营养你的精神 然后给它治疗一个阶段以后呢 就出现了神经性多食症 吃的很多很多很多 当然要迅速胖起来也是不行 这个时候也就需要治疗 那我一看是胃火太胜了 蛇虹口渴吃的很多 它叫暴食 这帮孩子说我现在过去是厌食 现在成了暴食了 两个极端 对于这种暴食症的孩子呢 有时候他确实是蛇虹口渴 蛇上有小红点呢 我就开始给他用白火加人参汤了 这是有效的 所以神经性多食症 这个神经性多饮多尿症 我也用过它治疗尿崩症 应当说治疗尿崩症 在某一个阶段可能暂时的 稍稍的改善一点症状 但是不能够达到治疗的 有效的这个 就是或者说不能够达到理想的疗效 所以有些病症呢 有时候中药也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应当客观注意的 这是我们谈到的 阳明热症热在中焦的 下面我们谈阳明热症热在下焦的症候 简易的107页原文的223条 若脉服发热可预饮水小便不利者 猪灵汤主治 223条是接着222条来的 若可预饮水口干舌燥者白火加人参汤主治 而222条呢是接着我们103页的221条来的 你看连用了三个弱子 221条大家还记得 阳明热症热症烟症烟症热苦苦肤呃喘 发热焊出补物汗反乌热深重 这样一个阳明静脉有热的症候 若下肢 第一个症状是胃中空虚 刻机动格 心中懊恼舌上胎者 枝子齿汤主治 第2个就是222条 若可预饮水口干舌燥者白火加人参汤主治 第三个就是223条的 若脉伏发热 可以饮水小便不利者 朱灵塘主治 所以连用了三个若 他提示了扬明经脉有热 雾下以后造成的上中下三焦的热症 上焦的讲完了 中焦的讲完了 我们就谈下焦 这里的脉伏发热 不是煮表 而是煮里热 这是扬明经热 雾下以后 使热邪进入下焦 使热邪进入下焦 这个伏卖主热 我们已经是多次遇到了 小结胸病正在心下 暗之则痛 卖浮华者小先用汤主治 那个伏卖主热 伤寒卖浮华 此表乌寒 李有热 白虎家人参汤主治 那个伏卖主热 心下品暗之软 其脉观上伏者 大黄黄联鲤汤主治 那个脉伏主热 我们现在谈到的脉伏发热 这正是热入下焦 李有热的表现 下焦是水液代谢的重要场所 热入下焦 必然要和水邪相结 因此形成了水热互结的症候 水热互结 金也不化 金也不能化生 水液它不能变成金也 结果就出现了可欲饮水 可欲饮水除了水热互结 金也不能化生的因素之外 它也有 雾下伤阴的这种因素在内 因为这个病的来路是个阳明 经脉有热 雾下 它容易伤下焦的阴叶 雾下伤阴 阴叶被伤 金也不足 它也会有口渴 所以这个口渴的病激是双重的 既是水热互结 金也不化所造成的 也是雾下以后下焦阴伤 金也不足的反应 小便不利 这是水热互结 气化失丝 水热互结 气化失丝 排除废水的功能 发生了障碍 水热互结 气化失丝 排除废水的功能 发生了障碍 但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是 猪灵汤 适应症中的 小便不利 它和五灵散 适应症中的小便不利 是不一样的 五灵散症的小便不利 就是尿少 而猪灵汤症的小便不利 因为它是水热互结 所以它有小便短翅 尿道色痛 小便短翅 尿道色痛 甚至有尿贫 尿急 尿痛 这样的泌尿道的 测急症状 这是因为它有热的缘故 猪灵汤的适应症 在少阴病片 还有一条 在少阴病片的那条 除了提供了 可以饮水小便不利 这两大主症之外 还提到一个主症 就是心烦不得免 我们把少阴病片那条 和我们现在所学的 二百二十三条 结合起来 猪灵汤适应症的主症 是三大主症 水热互结 气化不利 就出现了小便不利 水热互结 金也不化 又有阴伤 金也不足 所以就出现了 可以饮水 有阴虚就有火望 阴虚火望 心肾不交 水就出现了 心烦不得免 阴虚火望 心肾不交 水就出现了 心烦不得免 治疗用猪灵汤 预阴清热沥水 预阴清热沥水 猪灵汤这张方子 他用了猪灵 负灵泽泻 来诞生 沥水 用了滑石 来滑翘 清热 去湿 他特别有 改善泌尿道 刺激症状的功效 滑翘 清热 去湿 他有利翘的作用 阿娇 来养阴 阿娇 来养阴 养肾中之水 养肾中之阴 所以针对阴虚而水热 护结的症候 应当有很好的疗效 我们到少阴病片的时候 还会提到猪灵汤的适应症 到时候 关于猪灵汤的临床应用 以及 我们把和少阴病片的猪灵汤症 那条结合起来 和阳运病的这条结合起来 我们再综合谈述他的 综合讨论他的这个主症 负症 临床应用 在这里呢 我们只是简单 这样提一提就可以了 下面224条是讲的猪灵汤的 使用禁忌症 以及和中交 胃因不足 胃中筋液不足的口渴相鉴别 阳运病 汗处多而可者 不可与猪灵汤 汗处多 是离热胜 逼迫筋液外跃的表现 所以这个热 是胃热弥漫 这个口渴 是胃热筋伤 应当用白虎汤 或者白虎加人参汤来治疗 这是热在中交 热在中交 当然不可以猪灵汤 为什么 以汗多 胃中灶 汗多以后 上了筋液 胃中筋液就不足 这就叫胃中灶 猪灵汤 负力气小变故 而猪灵汤 是个利尿的房子 如果热在下交 热和水相结的话 那你用猪灵汤 是可以的 热在中交 而热上筋液的口渴 它没有水结 而只有热结 那是不能够用猪灵汤的 你用猪灵汤 再一粒小便 就更伤筋液 所以这一条 一方面提示 中交未热筋伤的口渴 要和下交水热护结的口渴 相区别 另一方面提示 猪灵汤是个利尿的药 猪灵汤是个利尿的药 这样的话 关于杨明热症的三个症后 我们就谈完了 热在上交的 用清旋预热法 激热在中交的 用心寒折热法 热在下交的 用清热利尿 预音法 柯英博把这个方法 叫做杨明病的 起手三法 就是治疗杨明病 最开头 开始入手的时候 就有三种方法 这个问题 我在前面多次提到过 上交的利表近 所以用清旋法 让它从上走 中交的利上面不近 利下面不近 只能用心寒折热法 直接在体内给它清除掉 而在下交的 用利尿清热法 直热从小便走 这就是中医给出路的方法 也是中医因事利导的方法 所以这种方法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这样的话 关于杨明热症 我们就谈完了 下面我们就谈杨明的实症 杨明的实症的 第一组症后 是杨明辅实症 杨明辅实症 它的成因是什么 它是热胜伤精 金沙画造 金沙画造 音造成实 斜热 和杨明 遭破相结 这样就形成了杨明辅实症 因为有热 它就要伤损金叶 这叫热胜伤筋 金上了之后 当然它就容易化造了 金叶不足 它当然就干燥了 因金上化造 因造成实 你想 消化到的内容 内容物 已经是非常干燥 它就容易形成 有形之邪的流至 这就要因造成实 所以 这是邪热和杨明 糟粕相结 这就造成了杨明辅实症 它的症后特征 必须有两个条件 你要诊断杨明辅实症的话 必须具备这两个特征 一个是全身毒热内胜的症后 没有这个条件 没有李热胜 你不能诊断杨明辅实症 再一个条件是腹部的实症表现 腹部的实症表现 包括了腹满痛 绕齐痛 腹大满不通 腹胀满 疼痛俱暗 也包括了不大便 这样一组症后 所以这两组症后 必须同时存在 你才能够诊断杨明辅实症 如果只有第一组症后 全身毒热胜 或者说全身热胜 我在这里用这个毒字 也可以不用这个毒字 或者说全身热胜 如果只有全身热胜 而没有腹部的实症表现 那充其量 你只能诊断为杨明 胃热弥漫症 诊断为杨明热症 不能诊断为杨明辅实症 如果没有第一组症状 没有潮热 沾雨 大汗初 没有这些症状 而只有腹部的实症表现 肚子胀 按之疼痛 那你只能诊断是杂病的腐满 而且这种杂病的腐满 它属于实症 所以只有这两组症状 同时存在 你才可以诊断杨明辅实症 所以就杨明辅实症来说 我们用的是调味成器 小成器和大成器汤 所以调味成器呢 偏于是泄热的 小成器汤呢 是偏于通腹部的这种实邪的组织的 而大成器汤呢 是两者兼备的 既可以泄热 又可以通腹部的这种实邪的组织 以此我们来区别三个成器汤 这个在讲方济的时候 大家都说 说造食 皮满造食间具备的是 大成器汤的适应症 以皮满为主的是 小成器汤的适应症 以造食为主的是 调味成器汤的适应症 可是到了临床上呢 许多新毕业的同学 还是不会区分 还是不会用 所以我就想 我们应当怎么区别它呢 我们应当知道 它的症候特点是两组症候 一组是热胜的 一组是食症的 单有热胜 充其量用白虎汤 单纯腹部的食症表现 这不是外感病 更不是阳明病 那是杂病的腐满 可以用成器汤 但你不能诊断为阳明腐食症 你可以说 这是杂病的腐满的食症 所以这个概念要清楚 只有这两者 同时存在 你才可以诊断杨明腐食症 既然是有两个因素 构成的杨明腐食症 那我们区别这三个方子 就非常容易了 以热为主的 那就用调味成器 以食为主的 那就用小成器 热和食兼备的 那就用大成器 我把《山寒论》原文中 所涉及到的 三个成器汤的这种症状表现 列了一张表 就在我们黑板的背后 我们现在把它转过来 我们来讲这张表 首先我们说第一组症状 在《山寒论》的原文中说 杨明病外症云合 大约身热汗子出 不吾含反吾热也 实际上 这个外症 就是杨明里热里食 表现于外的征兆 他所讲的 正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 杨明腐食症的第一组症后 全身热胜的症状 我这写的全身热胜的症状 所以我们也以发热 汉子出不吾含反吾热 来谈他的外症 我们先从发热的角度来看 调味成器汤的适应症 《山寒论》原文说是 蒸蒸发热 蒸蒸是什么意思啊 蒸蒸者圣也 蒸蒸是兴盛的意思 如果这个蒸蒸是形容发热的话 那就是形容李热赤盛的样子 李热赤盛 李热盛 如果这个蒸蒸是修饰这个 寒战的话 蒸蒸而震 那就是寒战兴盛的样子 如果这个蒸蒸是形容 我们的建设事业 那说我们的建设事业 蒸蒸向上 那就是说我们的建设事业 兴旺发达的样子 所以这个蒸蒸就是圣也 而不要把它理解成蒸笼 大乘纪汤 适应症中的热形 是典型的日补所发潮热 日补就是身时 日补锁 锁是一个不定值代词 它的意思是前后左右 每天下午三到五点钟 就是身时前后左右 定时发热 或者定时发热偏高 这正是阳明 阳明腐蚀的表现 因为阳明经的阳气 旺与日补锁 当阳明有时邪的时候 在阳明经最旺 阳明经的阳气最旺盛的时候 正邪斗症激烈 因此表现的热势比较高 我们把白虎汤的适应症 调味成器汤的适应症 小成器汤的适应症 和大成器汤的适应症 这几个方正的热形 做一个比较 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白虎汤的适应症的热形 是热节在里表里聚热 具体的来说 在上海的原文中 建于白虎加人参汤的适应症 热节在里表里聚热 它的热血是 弥散周身充斥内外的 调味成器汤的适应症的热形 是蒸蒸发热 24小时持续出现了 里热制胜的样子 大成器汤的适应症 平常热是不高 到了日补前后 它就热度明显增高 大家想一想 这反映了一个热血的 由弥散到内敛的过程 由白虎加人参汤症 到调味成器汤症 到大成器汤症 它的热形 由热节在里表里聚热 到蒸蒸发热 到日补所发潮热 是热血由弥散周身充斥内外 到热血完全和阳明的糟粕相结 内收内敛内聚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不要觉得 大成器汤的适应症 怎么平常热是不高 或者平常不发热 只到了日补所才发热 是不是大成器汤的适应症 热不剩啊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热血内收内联 内聚内闭 它向里收索了 所以在外 平常情况它发不出来 我们并没有强调 小成器汤适应症的热性 因为小成器汤 它本身不是主要用于泄热 它只是主要用于通便 所以小成器汤适应症的热性 可以是发热 像调味成器汤适应症一样 也可以是接近于大成器汤的适应症 发潮热 只我们从热性的角度来区别 从汉初的角度来说 上方论原文中 杨敏病法多汉 都谈到了多汉 不过调味成器 当适应症的原文中 没有提到过汉初的问题 那是重景简略了 实际重景有一句话 叫做杨敏病法多汉 杨敏病外症云和 大约深热汉自出 不汉反无热热 只要是杨敏病 热症也罢 腐蚀症也罢 都有多汗的问题 这是李热胜逼迫今夜外跃的表现 可是等病情发展到大成器汤适应症的时候 热血内收内敛 内臂内欲和糟粕相结 全身的今夜已经耗伤了 所以常常也可以表现身上没有汗 身上汗少 这不是因为李热不胜 而是因为今夜缺乏 化缘不足的缘故 但是明显的可以表现出 手足济燃汗出 这个手脚汗出入流水不断 或者手足折折汗出 也就是手脚出小汗出微汗 杨敏主四肢 脾主四肢 所以当杨敏李热内收内敛的时候 他逼迫今夜外跃 可以表现为手脚出汗 遇到一个手脚出汗的症后 你就要想到脾胃会有异常 如果手脚出的是热汗 那是杨敏胃有热 如果手脚出的是冷汗 那是脾阳不足不能射阴 脾阳不足不能射阴 手脚出热汗 汗出连绵不断 这是杨敏 魏家有热 手脚出冷汗 汗出折折 这是脾阳虚 而不能射阴 但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 就是有些人 它是一种生理性的手脚的汗腺分泌旺盛 一拿笔就手脚都是汗 这个你不要 有时候你按杨敏胃热变 按脾阳虚不能射阴来变 然后给他用药以后并没有什么效果 实际上它是本身就是一种生理的 生理范围内的一种汗腺分泌的异常 当然这种症候也可以用一种方法来治疗 你比方说用枯帆来洗手 枯帆煮水来洗手 那么就使他汗腺分泌减少 但是他有个后遗症 到了中老年以后两个手干干的 那还不如出点汗好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不一定去治疗 所以到了大成济汤适应症的时候 他所表现的 由于全身筋液不足了 全身汗出就减少了 但是我们看到手脚汗出 连绵不断如流水 或者手脚小汗出 这也提示了阳明理事已成 阳明腐蚀症 外污表寒 所以他不污寒 而离有食热 所以他污热 内有所伤 必外有所污 所以在调味成济汤适应症的原文中 说不污寒淡热 在大成济汤适应症的原文中 提到了不污寒 全身症状还可以包括精神神智症状和其他的一些症状 正由于阳明精别上通欲心 当阳明灶热内圣的时候 灶热邪气 寻精上扰心神 就出现了心烦 就出现了瞻雨 调味成济汤适应症 有瞻雨 有心烦 有郁郁微凡 因为热已经和糟粕相结了 所以热郁在体内 所以他有郁郁微凡的这种表现 小成济汤的适应症 同样也有瞻雨 也有微凡 也有烦躁 大成济汤适应症的精神神智症状 精神神智症状 最重有瞻雨有烦躁 有心中懊恼而烦 有心中懊恼而烦 有烦不解 严重的时候 热圣神昏 独语如见鬼状 独语如见鬼状 不识人 寻医摸床 替耳不安 这已经接近了热圣神昏的这种阶段 所以大成济汤的适应症 精神神智症状最重 那么这样的话 心中懊恼 这个症状作为一个心烦的重症 我们在哪些方症中曾经见到过呢 我们在 支支齿汤适应症中曾经见到过 我们在大献凶汤的适应症中曾经见到过 现在在大成器汤的适应症中见到过 支支齿汤是无形热邪 流扰胸格 孕育心胸 预热扰心 因为是预热 所以他才心中那么烦 大献凶汤的适应症 是水热互结 与胸格顽腐 水热互结 这个热也是预热 预热扰心 所以才出现了心烦的重症 心中懊恼 大成器汤的适应症 是热邪和阳明的糟粕相结 热邪和有形的邪气相结以后 这个热也是个预热 预热扰心 所以才出现了心烦的重症 心中懊恼 等我们讲到阳明病片的最后 谈到阳明湿热发黄症的时候 阳明湿热发黄是湿热护结 预热扰心 同样也可以出现心烦的重症 心中懊恼 所以在山寒论中 出现心中懊恼的 一共有四个方症 这就是直子齿汤症 大献胸汤症 大柴虎汤症 和阳明湿热发黄症 因此你在临床上 当你遇到一个心烦的重症 反复颠倒心中懊恼的 这种病人的时候 那么你就想一想 去辨证的时候 你就可以考虑到 它属于直子齿汤症呢 还是属于大献胸汤症 还是属于大橙气汤症 还是属于湿热发黄症 那你再去辨证区别 其他症状 在山寒论原文中 调味橙气汤的适应症中 没有提到 小橙气汤的适应症中 也没有提到 大橙气汤的适应症 提到了不少 这主要是阳明灶热内截 影响了其他脏气功能的失调 阳明灶热内圣 肺和大肠相表里 所以阳明食热破肺 它可以出现微喘 这里你看短气而喘 短气而喘 微喘直是喘茂 出现了喘 那是阳明灶热破肺所造成的 破是压迫的破 阳明灶热破肺所造成的 那么出现了头晕目悬 茂就是喘茂的茂 这个茂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阳明灶热 寻惊上扰轻翘的表现 这个茂就是头晕目悬 阳明灶热 寻惊上扰轻翘的表现 出现了头晕目悬 茂就是头晕目悬的意思 茂字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 引收文解字 茂蒙耳前野 就是头上戴一个头巾 把眼睛都蒙上 摸着盒往前走 那摸着摸着转上两圈 它不就头晕了吗 所以在这里引身为头晕 这个头晕是阳明灶热 寻惊上扰轻翘翘 所造成的 直视 不能 目中不了了 惊不合 这是下交 干慎 阴经被伤 目经失痒的表现 这个直视 目中不了了 惊不合 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呢 一会儿我们还要学习原文 在学习原文的时候 我详细给大家谈 这个人的眼睛没有神 两个眼睛呆至凌视而无神 那是下交干慎阴伤 阴经不能上养轻翘的表现 所以可见 大乘气汤 适应症中的 这些 其他症状 都是阳明灶热 惊伤 或者说影响到 其他脏气功能失调的一种表现 破肺 见到喘 灼热 上绕轻翘 见到头晕 灶热 下伤 干慎之音 目经失痒 见到直视 目中不了了 惊不合 而不是阳明这个热血 传到其他经 只是阳明灶热 影响到其他脏腹功能的失调 以上这一组症状 我们充其量 说它是阳明 李热胜 我们不能够断然的使用下法 所以只有结合福布的实症表现 我们才可以判断 这是李实症 可以用下法 所以下面的腹部的实症表现 包括腹部症状 包括大便 包括小便 包括饮食 这些都属于腹部的实症表现 从腹胀满的角度来说 调味橙气汤适应症 腹满的程度最轻 原文说它腹微满 腹胀满 三个橙气汤症 阳明腹实症 之所以出现腹满 那是燥热组织 腹气不畅的一种表现 燥热组织 腹气不畅的一种表现 调味橙气汤适应症 讲的是腹微满腹胀满 小橙气汤的适应症 腹大满不通 显然它提出的腹满的程度 要比调味橙气汤适应症 腹满的程度要重得多 而大橙气汤适应症 它不仅有气质的问题 它还也有血脉不合的问题 所以它说腹胀腹满 气不利则满 血不合则痛 所以它下面谈到了绕齐痛腹满痛 它有了腹痛 更有腹满不减 腱不足炎 这样明显的实症表现 肚子胀24小时持续存在 即使有减轻的话 这种减轻也是微不足道的 这是典型的扬明腹气 庸致的一种实症的特征 所以我们用腹满腹痛 这一组症状相比较 最重的腹部的实症表现 是大橙气汤症 其次腹胀满的程度 比较重的是小橙气汤症 腹胀满的程度 最轻的是调味橙气汤症 可是从热的角度来看 调味橙气汤适应症 蒸蒸发热 24小时持续出一个 理热赤胜的状态 而小橙气汤适应症的热向 并不是特别重的 或者是可以是发热 或者可以是接近大橙气汤 适应症的日不朝热 所以根据这些症状 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来 调味橙气汤的适应症 是以热为主 小橙气汤的适应症 是以腹气不畅为主 大便 大便的情况 调味橙气汤适应症 提到了不吐不下 不吐是没有橙气汤 使用的禁忌症 以后我们会学到 阳明病 其人欧多不可下 下之则死 就是阳明病 欧多的不可以下 那言外之意 阳明病本身没有呕吐 所以这点我以后会强调 阳明腐蚀症 本身没有呕吐 如果有呕吐的话 你不能够贸然用大橙气汤卸下 所以不吐是没有用橙气汤的禁忌症 不下是说它没有大便 是说它没有大便 小橙气汤适应症 它的大便情况 提到了大便硬 这是灶热阻结所造成的 也有的地方提到了下粒 这是灶热下破所造成的 关于这个下粒 一会儿我还要专门它 灶热下破 大橙气汤的适应症 提到了大便难 大便硬有造史 最多的条文中提到的是有造史 还提到了不大便 大便诈难诈意 还提到了自立清水色纯青 自立清水色纯青 古人把它叫做热结旁流 热结旁流 我觉得叫热结旁流不好理解 容易让人误解为这是个长庚族 实际上阳明腐蚀症不是长庚族 为什么会有出现这种下粒清水色纯青呢 是灶热太盛 阳明灶热 伤精 阳明灶热伤精有三种途径 一种途径是逼迫金业外跃 逼迫金业外跃 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多汉 阳明灶热 逼迫金业外跃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多汉 这是阳明灶热伤精的第一种途径 也是最常见的一种途径 阳明灶热内圣 还可以逼迫金业下泄 逼迫金业下泄 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下粒清水色纯青 下是个动词 就是拉 粒就是锡 拉的是锡 氢就是变排 排的是什么呢 水 排的是水 所以这个氢字不是一个形容词 这个水是什么颜色的呢 色纯青 是一种青绿色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病人 或者是肠叶的大量的丢失 或者是胆汁排到肠道以后 然后和肠叶混合起来 然后排出了体外 所以这不应当是造石阻结在肠管 旁边有个小孔 从旁边流下来的水 而是体内燥热内圣 机体就要逼迫金业外跃 逼迫金业外跃 它就会表现为多汗 它逼迫肠叶下泄 它就表现为下粒清水 色纯青 我以前曾经提到过 这个半透膜这个概念 还记得吧 发汗的方法是利用我们皮肤的 这个半透膜 通过发汗把肌辅的这个毒素 排出体外 其实肠壁也是个半透膜 人体自身 它就有一种排除邪气的功能 当毒热燥热内圣的时候 通过肠壁的分泌大量的肠叶 然后排出体外 想把一些毒热带出体外 所以下粒清水色纯青 是机体排热的一种表现 和那个自汗出是一样的 和多汗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种下粒清水色纯青 它丢失了大量的肠叶 特别容易导致电结质的紊乱 因此它的育后 亡阴湿水 是显然一见的 所以在伤害论中 把它当作一个 下胶阴伤 亡阴湿水的重症 后世一家把它叫做热截旁流 有的老师把它叫做上截下流 我想这个截字我们不用 而是燥热内圣 逼迫今夜下泻 它就会表现了下粒清水色纯青 或者表现了下粒 像小成吉他那个下粒 也是燥热逼迫今夜下泻 迫使肠管分泌增加 这些东西排出去 那么这就是下粒 有的人说调味成气汤 适应症就是没有大便 小成气汤适应症就是大便成硬条 大成气汤适应症就是大便成史球 你粗的一听好像有道理 从大便的形状来表述这三个成气汤适应症中造结的不同程度 可是仔细一想 这个大便没有排出来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是史条啊还是史球啊 你用了成气汤卸下排出来了之后 那干吸夹杂一块下来了 病人拉得全是吸的东西 你怎么判断它是史条啊还是史球啊 所以这个方法不是鉴别临床使用三个成气汤的方法 而重镜这里所说的不大便也罢 大便硬也罢 有造实也罢 不应当是指的具体的大便的性状 而应当是指的造热的程度 造结的程度 所以我们就是根据全身的症状来判断它 山寒论中的大便硬有造实 不大便只是讲它造结的程度 有轻重的差别 三成气汤的鉴别我们还没有讲完 我们休息一会儿继续讲